台中和平区松赫社区发展协会 首次办理娱乐性的麻将大赛 获得不少的回响 不仅报名人数多达60多位 现场也有如运动赛事般 吸引不少族人前来观战 可说是参赛者没打出一张牌 都会影响在旁观战者的心情起伏 但现场严格禁止局外人出身 也让整场竞赛更有看头 有史以来第一次办这个是 要办这个打麻将 希望说这个打麻将 就是每年都要办的这样子 第一次举办的麻将活动 我觉得很有意义 我从来没有参加过 那所以我特别回来自己的家乡 来看这一场 然后都彼此更加一步的认识 然后认识自己的文化 这场麻将大赛 原本是设计给部落长者来玩的活动 希望长者能多走出家门活动 同时也藉由麻将需要动脑的特性 来帮助长者延缓失智 没想到反应出乎预期 也吸引不少部落其他居民报名参加 主要是针对部落长者 然后延缓失能 让他们动动手动动脑 然后第二个就是让各部落 凝聚大家的一个向心力 然后大家切磋一下记忆 然后纯粹单纯就是 联络大家的感情 然后来办第一届的生物麻将大赛 举办这个麻将大赛是对我们老人的头脑 挤爪弯是很好 不会有老人痴呆的那个问题在 松鹤社区发展协会表示 这场比赛纯属娱乐性质 每桌得分最高的优胜者晋级后 再与其他桌竞技者同桌较劲 最后选出前四名获胜的人 由协会颁发奖金及奖杯 希望借由麻将的趣味性 来推广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 原始新闻诺台中和平 超网报导